尼泊尔4月25号发生强烈地震 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还有许多学校仍然没有办法顺利展开重建工程 这是让外界感到好奇的地方 大爱新闻团队今天在尼泊尔采访到巴塔普区的教育部门官员 他表示经费确实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即使是临时教室的兴建费用 也都得靠国际组织给予援助 而由于学校的受损状况 现在还在调查当中 因此具体的重建政策 必须要等至少半年才会明朗 校长亲自带着工人把新板架到屋顶上 一切仿佛回到原始时代 简单的竹竿捆绑出主要结构 再用新板搭建成屋顶 难想象这么客难的临时教室 学生要使用两年 这所学校的三栋建筑当中 主建筑已经完全损毁 另一栋建筑原本就盖了一半 现在就连临时教室的施工 校长都得亲力亲为 请朋友免费帮忙 这都是因为公立学校的经费 非常短缺 像这样的临时教室 政府目前并没有经费可以补助 而是由政府统筹分配来自国际慈善组织的捐款 补助款从7500块台币到9万块台币 对学校来说真的是杯水车薪 巴塔普区的公立学校总共有137所 私立学校多达190所 目前尼泊尔政府还在评估 各个学校的受损情况 具体的重建政策 恐怕还要至少半年才会逐渐明朗 但新闻许斐丽 科兴志 尼泊尔报导 太好了 借尔